早年间,侯敬如是和我党站在一边的,他是毛主席的朋友之一,后来还被周总理推荐加入我党。 到1927年,侯敬如当上了我军的团长,还参加了南昌起义。 可是为何侯敬如后来又加入国民党的阵营,还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团司令? 这位敌军司令后来又被党中央授予复国籍职务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 侯敬如于1902年10月17日出生在河南永城浩新郎。 1924年,14岁的侯敬如本来在省力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读书。 在这期间,他被先进的思想所吸引,心中救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 而侯敬如当时认为,参考军校是实现心中理想的捷径,于是他为了救国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。 一个人来到了上海报考黄埔军校。 那时,毛主席正好在上海担任黄埔军校的招生委员。 侯敬如的入学初试也是毛主席主考的,这也是侯敬如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。 两人还进行了谈话,交流之后,侯敬如对毛主席越加敬佩,而毛主席也颇为欣赏这个有志青年。 在侯敬如通过初试后,还给了他去广州的路费,让他得以完成复试。 就这样,侯敬如在1924年5月成为了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。 同年11月,侯敬如从黄埔军校毕业,随后被调到教导一团和殷亲团长麾下担任少尉排长一职。 1925年2月,侯敬如跟随国民革命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。 这一年冬天,侯敬如在周总理和郭骏作的推荐下加入我党。 1926年7月,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四师团参谋长,参加了北伐战争。 大部队在福州作战期间,他又被调任为政治部主任。 此后,侯敬如又先后成为北伐军中的中校参谋长,上校党代表。 1927年2月,侯敬如离开部队,再次只身来到了上海。 在这里,周总理带领他去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。 同年4月,蒋介石发起了412反革命政变。侯敬如积极反抗敌人,却不幸被敌人伤及右凶。 于是,我党安排他去汉口休养。 1927年8月,侯敬如在我党的安排下,成为贺龙领导的二世军的教导团团长,还参加了南昌起义。 8月底,侯敬如在会昌战斗中左凶受伤。 这次,他跑去香港疗伤4个月,于1927年12月来到上海的党组织中工作。 1928年4月,我党命令侯敬如去河南省工作。 然而,侯敬如在复任的过程中,被国民党逮捕并关押了14个月。 出狱后,侯敬如在上海党组织的任命下,先后来到香港天津两地工作,直到1931年再次回到上海。 不过这时,我党内部出现了顾顺章这个叛徒。 我党因此受到了国民党的严重打击。 所以,侯敬如暂时没能与我党负责人取得联系。 在这种情况下,侯敬如跑到山西去投奔了孙电英,还获得了南京办事处代表一职。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侯敬如在国民党阵营里先后担任了参谋长、旅长等职务。 甚至还在1935年4月,被国民党领导人授予陆军少将军衔。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,国民党让侯敬如担任92军21师师长。 他在抗日期间先后参加过台尔庄、武汉以及早宣会战。 在抗日过程中,侯敬如还听从上级指挥打压过我方。 比如在1941年,他就带领着部下去攻打我党在厄狱晚苏区建立的根据地, 次年还升任为副军长。到了1943年,侯敬如已经成为了国民党中将。 这一年4月,他来到家乡附近抗日,不幸被日军包围。 不过后来侯敬如巧妙运用战术,在网瘾河岸击退日军并逃出包围圈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,侯敬如先是成为北平警备司令,后来被送到陆大神藏。 从这所干部学校毕业后,他不仅官复原职,同时还获得了武昌警备司司令的职位。 在任职期间,国民党领导又授予他钟情勋章和胜利勋章。 侯敬如在国民党阵营里平步青云,直到1947年,他迎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。 那一年,侯敬如的外甥在探望他的同时,还给他带来了一封欲有安子文的亲笔信。 安子文在这封信中提到了周总理对侯敬如的关怀和期望。 只要你愿意再次加入共产党,那么你过去的所作所为,我们可以既往不救。 这封信让侯敬如心理一阵,转而开始思考前途,不久他就决定寻找机会起义。 1948年8月,辽审战役爆发了,侯敬如期待已久的机会也来了。 在辽审战役中,蒋介石给侯敬如下了一条命令, 你组织士兵成立东径兵团,然后带领他们去塔山作战。 侯敬如无心打仗就草率应付过去了,结果导致了国民党士兵在塔山足迹战中完败。 蒋介石得知后火冒三丈,他甚至派出了视察小组组长罗奇寻找害群之马。 然而,罗奇经过调查觉得战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雀汉谦身上。 侯敬如不仅躲过一劫,还升官了,当上了长江防御兵团副司令。 后来,我方又多次派出党员李介仁来劝告侯敬如,终于让他同意率不起义。 1949年1月,我党授予侯敬如四等云辉巡章,还在同年7月任命他为教导团团长一职。 新中国成立后,侯敬如鼓励旧部下跑到香港为我党的对台工作做贡献。 在香港期间,侯敬如广泛联席就有,宣传我党的思想政策,他的功劳我党都看在眼里。 周总理、李克农等人还给他发过维闻电报。 1952年7月1日,周总理安排侯敬如回到大陆,还让他担任国务院参使。 此后,侯敬如一直在我党内担任许多要职,他也为我国的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。 1989年,侯敬如成为政协副主席,享受副国籍待遇。 1994年,92岁的侯敬如在北京去世,他的历史贡献足以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 侯敬如的一生担得起忠于祖国和人民这几个字。